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点进我的视频 我是老李 今天是六亿儿童节 我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同时也祝小朋友的父母们 也能够节日快乐 毕竟这一年下来也大家都不容易 另外呢 也祝那些已经成了年的巨鹰们 希望他们也能够过得快乐 毕竟人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 是一个关于人脸 关于unreal引擎的面部识别引擎的 一个视频 之前这些技术呢 人们在做一个模型的时候 要使这个面部特征 能够被这个已经做的模型采用 或者实现面部跟踪 这个是需要一个大的studio 比如说像工业光摩 或者是dreamworks 他们的那些梦工厂 网级的那些设备 才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但现在呢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只需要有一部手机 别的手机我不知道 如果是iPhone的话呢 尽可能是iPhone10以后的 苹果这块呢 那基本上就是 越高配置越好 基本上你有了这两样东西 就可以做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面部 面部表情的抓取了 那今天咱们来把这个来走一遍 那我的这个unreal引擎已经装好了 我现在也同时下载了5.0的体验版 但这个不怎么好用啊 我就先不给大家看了 我先打开这个mehumans这个项目啊 这个unreal引擎在windows上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在苹果上经常有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你点了以后它没有反应 然后你不知道呢 你又再点了一下 它会打开多个项目 就是它会重复的打开多个项目 这样的话资源占用的非常厉害 也非常慢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windows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至少苹果是这样的 好进来以后呢 就是这个 它官方给我们的这个人啊 在里边实际上是有两个人的 如果我们走进去看的话呢 后边有一个男的啊 我们把这个 他们两个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关系 如果说你是想用后边的这个人来做比较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它点中 然后下面这个有一个横移的坐标 我们拖动这个人往前走 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人的位置给替换了 这个人呢 我就把它拖到墙后的位置 使之不可见 那可能有些小伙伴们会说 说这个为什么不把它给删掉呢 如果不用它呢 那最好别删掉 因为建这么一个人膜不容易 而且这个以后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部分啊 所以说呢 先把它隐藏掉是比较合适的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再拿出来 这个人的角度 我调一下啊 好在开始之前呢 你需要挪动一下鼠标或者说活动一下方向键 确认一下这个在你电脑里这个人物的模型运行是比较流畅的 如果不行的话呢 那你需要在这个设置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打开引擎可延展性设置 这里边有很多质量的高低可以节省我们电脑的资源 那比如说你已经买了30系列的显卡 那你可以把这个调整到极高 如果说你的电脑呢 运行效果并不怎么好 你可以把它调成低 那如果说低了以后 看到的人会整个发生变化 这个也会看得非常难受 正常情况下 你们可能也都不会用那种集成显卡的电脑来跑这个项目啊 好 这个就咱们就把这个就讲完了 我们只有点了运行以后啊 让它进入一个游戏的模式 我们才能使用键盘上的ASDW这个来控制控制方向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只能使用键盘上的方向键来控制你的镜头 也就是说你所在的摄像机的角度 以及你在游戏当中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我们可以姑且把它称作一个游戏项目 好 这就开始了 开始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向来调进和调远这个人物 ASDW这个时候就管用了 我们就可以像玩FPS游戏这样啊 非常容易的控制这个人的角度啊 以及恒移啊什么的啊 好呢 我今天我会用我的这个iPhone10的手机来做面部识别的媒介 好我们需要打开手机里的软件商店 我们在这里边输入Unreal Real呢就是真实 Unreal呢就是不真实 那这个翻译成虚幻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到好处的啊 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啊我们找到这个啊叫Lifelink Face 如果你不确定呢你把这个打开以后啊 这里边有 这样一个图片的介绍啊 关于这个图像追踪的这么一个介绍啊 我们把这个下载下载一下 下载好了以后这个软件非常小 我们直接点打开就行了啊 这个是必须要接受的啊 相机也是允许的啊 这个是中文的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会显示你的脸已经布满了那个网状的那个东西 如果是windows呢 你需要用你习惯的方式查看一下你电脑的IP 然后我点网络点了网络 我点高级然后tcpip这个地方啊 这个呢就是你的IP地址啊 我打开这个Lifelink啊 我把名点上 然后这个里面有个添加目标 添加目标我输入电脑的IP 关于端口这个地方 先默认就行不用管 然后 好 左边的这个世界大纲视图这块有一堆东西 我们找到 BP MeetHuman 打开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往下挪一点 如果你的显示器足够大呢 那你可能就不像我这个这么局促 然后我们在这就可以选到你刚才的那部手机了啊 我们选择这个手机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闭上眼睛 闭上一只眼睛 然后呢 我再闭上这只眼睛 我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了 这个现在他这个嘴型呢 就是根据我在手机里面 识别到的我的口型 那现在这个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人呢 他的所有的举动啊 都是跟我的这个嘴 和我的这个脸部的面部识别追踪来实现的 但是还有一点好像不太对 就是他随着我这个头摆动 他并没有变化啊 这里边咱们还要增加一个设定 我们还是找到刚才这个BP MetaHuman的这个啊 把它一个点上以后 我们选到下面 下面有一个这个关于头部的这个对勾 我们给点上 光点上这个还不行 我们需要在手机里边也有一个设定 手机里边的设定呢 是这个 头部旋转 这个翻译的有问题 叫什么刘颂头部旋转啊 我们不管了就把这个点上 好 那现在呢 我在摆动头部 他这个也就跟着我一起就 摆动头部了 啊 我张主委说话 他也张主委说话 但是我这个眼影 可能这个角度的原因 所以这个人看起来就有点像要死的那个感觉啊 这就是 目前的一个 真实目前的一个状态吧 如果说网络条件更好的话 那这个上面的这个人 他会识别的更好 那我现在使用的是 M1芯片的 MacBook Pro 13寸MacBook Pro 13寸Mac Pro在运行这个 Unreal Engine全系列的时候 效果都不怎么样 的确是赶不上 Intel芯片的 iMac 差的很多 而且由于内存的限制吧 在进行大的建模和大的数据读取的时候 非常慢 好吧 那差不多 这就是这个视频 我要分享的内容 至于这个人 我们如何去建立这个 未来 可能我还会出一些跟这个相关的视频 跟大家一起 如果说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 好了 我是老李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还有1.1 不要点赞 我点赞